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节啊 我们这节呢我们讲的是有关这个项目主框架的一个搭建 主框架里边我们用到一个controller 视图空气我们用的叫这个UI Split View Controller 还记得这个吗 就是左右分屏的 我们用iPad的时候呢屏幕比较大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左边呢是一个功能导航 右边呢就展示当前这个这个功能选项是哪些 可以展示哪些内容 那么首先呢 呃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创建Sepret View Console 以及呢 那每个功能里边它又对应一个视图 对吧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实现 首先打开我们s code 我们来新建一个项目啊 新建一个项目 选择single view application 叫无线点餐叫 WearListOrder2 我们已经写过一个版本了 好吧 这是第二个版本 WearList就是无线的意思啊 无线Order就是下订单 点餐 那么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我们 这个设备选择的是iPad 我们做的就是iPad这样一个版本 OK 放在什么地方呢 随便啊 放到桌面上也可以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Command R运行 这就是一个iPad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想让它横屏来显示 那么基本上显示这样一个样子 现在横屏显示怎么办呢 我们打开这个sport里边啊 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叫requared device device sorry sport里的interface 这里边有这个poultry的和这个这个landscape poultry的什么意思呢 poultry的就是肖像 肖像是吧 列宁斯大灵肖像是吧 放在墙上 那肯定是竖着放不能躺着放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landscape landscape就是横屏的 我们把刚才那个竖屏的去掉 我们来看看 现在呢它自动的就是landscape横屏的 ok 现在呢默认的情况下它就是横屏的显示 ok 就是刚才我们看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info.plist的文件 我们要是想让它只支持一个横屏 就把刚才的这个poultry的那个选项给它去掉 ok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appdelegate里边 我们来 我刚才说了要用这个split的bill是吧 splitbill啊就是分屏的一个视图 分屏视图怎么做呢 我们看看这个 打开这个appdelegate 再让我们声明几个属性 一个叫 automate zone 嗯 叫uiSplit villcontroller 叫split split 然后还有一个最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叫master另外一个叫detail 叫uiVillcontroller 一个叫master master什么意思呢 master主要的是吧 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叫master 还有一个叫detail detail就是那个详细信息 你左边是一个列表功能点 右边的是正对当前的功能的一个详细内容 嗯 那下面呢我们在这就要 首先呢 嗯 我们来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master 对吧 第二个是那个detail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叫这个split 第三个怎么创建呢 master那就是self 这个self.master 就等于一个 这个 那么在这其实啊 我们要去创建一个master和detail 这个试图空气 而不是用这个系统过程这个 command加n 新建议coco touch 我们在这写一个叫master masterviewcontroller master master 这个叫uiview 嗯 masterviewcontroller masterviewcontroller 别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后边会比较麻烦 还在我们那里上错是吧 嗯 最好呢我们这里边啊 刚才说了mvc啊 因为这个项目比较大 这个 很多类啊我们都给它分开 嗯 controller也放在一起 这些试图空气都放在一个分组里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command加n 有一些这个 sorry啊 不是 创建一个 新建一个group的 这group叫views 试图 ok 再去创建一个分组啊 这个分组叫model models 是mvc嘛 modelviewconsole ok 把试图都放到这个里边了 刚才我们试图放 创建了一个master 然后再新建一个叫detail detailviewcontroller 然后下一步 嗯 可以再创建 ok 那么这个就创建好了 接下来我们刚才说这个 这个里边要来import 导入这个masterviewcontroller 然后再来import 导入这个detailviewcontroller ok 把这两个都导进来 刚才我们说这两个 就要用我们创建好这个 这个是master 就是detail 好了 这两个就创建好了之后 接下来接着master 那就是self.master 就等于什么呀 嗯 这个master alloc 然后是unit 嗯 unit with frame 嗯 嗯 Ib name 然后就iloc unit 先 后边我们具体这里边 其实这个master里边有一个 关联一个tableview 后边我们再说 这个detail里边呢 也detail里边有有有有他自己的详细内容 后边我们再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就先给他一个这个地方 呃给他加一个背景嘛 说self.view的background 左边有个ui color 这边写一个 嗯 写一个红色的 然后右边 detail里边我们也给他改变一下背景颜色 然后这个给他一个blue 蓝色的 好 下边继续到我们这里边啊 这个master定义好了 接下来定义这个detail self.detail 那么就等于这个detail i-lock 然后是unit ok 写好了这个之后啊 最好这个两个 这里边都嵌套一个导航 就是这个navigation 还记住吗 我们这个navigation就是ui navigation controller 就是nav1 比如说我们叫master nav 那就是ui navigation adlock init with rootview controller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self.master ok 创建一个导航啊 那么 下边我们就用这个导航来出入化这个secret view 嗯 接下来后边在这儿团案道理我们再创建一个导航式的空气 这个叫detail 一个master detail 那么这个呢 当然关联的用就是这个detail了 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个ui split veal controller 哎呦我们前面说明好了 那就是self.split 那就等于ui split view controller ui split view controller ui split view controller alloc 然后init 创建 那么看看这里边啊 这里边其中它有一个叫view controller 那么它是一个数组 我们给它指定一下这个属性 self.split.view controller 就等于这个数组 这数组里边一个叫master nvv 有一个叫detail nv ok 这个创建好了之后 那么下边呢就是 怎么说self.window.root view controller 就等于这个self.split split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这个pk上面代码 master是吧 然后这个是detail 然后这个是导航导航 split 接下来我们在这要给它指定一个叫 嗯 最大的这个宽度 就是左边你的一个 最大的宽度 是这样的啊 否则的话它它它就占据的很多啊 嗯 嗯 要看看 我们先看看运行一下 先看它长什么样 在这左边是master 右边是那个detail 是吧 详细 这个这个是详细啊 这个是这个 呃 左边是一个功能导航 对吧 master里边 我们还可以给它指定一个 这个标题 master 点这个title 这个就等于比如说叫 无限点餐 OK 嗯 我们来看看 无限点餐 是吧 后边右边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 写一些信息啊 比如说当前登录用户是谁 这个点餐必须要有登录用户的 否则的话这个将来 比如说有两个服务员 或者多个服务员 有个服务员点餐 点错了 这个将来要追究责任的 就是我们当前 谁来负责点餐的 这个地方要显示 要有登录功能 OK 那么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实现好了 那么实现好了这一步之后 后边一些细节我们还会去 去细化 我们来看看 刚才我们说要加一个叫 Split 的这个 最大宽度啊 这个叫什么最大宽度 我们再去看一看 最大的阻列宽度 嗯 我们给他这个200个相似 我们来看看 就是他左边暂略的宽度小吧 小了 看到吧 那么这个我们不能总是改这个地方 我们最好是怎么样 去创建一个常量 就是说你的这个东西都在这个 常量里面 创建一个什么样 投文件 是吧 Constant 是吧 这有个投文件 嗯 这个常量里边我们就来定义啊 这个 说 Define 一个 Max 宽度 最大宽度 比如说给他定义成260吧 那接下来我们这这儿的 我们就用这个常量就可以了 Import 他这个Constant.h 这这儿不能用这个数字 因为其他地方 嗯 也会用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Table Table里边的这个宽度啊 给他指定跟这个宽度是一样的 260差不多各用了是吧 嗯 好这个主要的这个界面 我们先画出来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在左边用一个Table6 来展现他的这个功能点有哪些 比如说你有点餐功能是吧 就像我们第一节课PPT上展示的一样 你有点餐功能还有什么 查看这个餐台是吧 那么还有什么什么这个 后边是结算 还有这个同步数据 系统设置等等 其功能 我们看这里怎么实现啊 那要在Master里边 我们看这个 视图空气里边 在Master里边呢 我们不用想了 肯定用的是表格视图 TableViewController 是吧 嗯 是他的这个代理和数据员 UiTableView的Digget 那么这里边呢 然后怎么做 必须实现的两个方法 就这两个方法 我们copy一下 然后放在这 接下来我们说 你这个数据员都有哪些 嗯 嗯 那我们就给他 创建一个数据啊 在前边 在这 嗯 嗯 然后pomic 算类型的 嗯 后边这个就是 nsMutableOrig 是吧 DigSauce 数据员 这个数据员呢 我们在这先要 突出化一下 save.digSauce 就等于 nsMutableOrig Orig Orig WithCapCity 给他20个 其实20个 没有啊 在这反复的是 retin save.digSauce.quant 我们在这需要 对立数据员进 一个数据 我们写一个 私有方法 叫void mit digSauce save.digSauce 数据员 数据员 尽量保证 这个代码的一个简洁 是吧 结构 比较好看 是吧 然后接下来 这里边就是 把我们的一些功能点 添加进去 就行了 add一个object 这里边我们都有哪些内容 有这个 嗯 嗯 我们去看看我们 digSauce 列出来那些内容 无限点 在那边的 浏览菜单 是吧 看这个浏览菜单 然后查看餐台 好 就是这个 叫浏览 浏览菜单 一个 OK 然后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 好 浏览菜单 一个叫查看 查看餐台 好 还有一个是 浏览菜单 浏览菜单 一个叫查看餐台 好像是买单结算 是吧 嗯 买单 结算 后边就是 同步数据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 OK 那么这些功能都有了之后 下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这儿就是这个 UrtableView了 Static CID 就等于一个 CID 然后后边是 我要声明一个 UrtableView Cell 这个Cell 就等于 TableView TQ 这个 还就是这个 就是从这个 对列里边 取一个 如果它为空 如果这个Cell 等于这个Nil 为空 那我就新建一个 Cell 就等于 UrtableView Cell 然后 Alloc 后边是 Unit With Style UrtableView Default CID OK 最后我就把 Return 这个Cell 接下来从这个 数组里边 把这些数据取出来 怎么取出来呢 Cell Item 就等于 Cell Default 里边的 Object At Index Index Passiver 那么 然后呢 Cell里边的 Text Label 里边的 Text 就等于这个Pattern 好了 接下来就是 我们 这个地方 还没有这个 TableView 写了半天 是吧 Property 然后呢 Tomic 算类型的 UIT 保庇 TV TV 看不是电视 是吧 那 sell.tv 就等于这个 UIT 保庇 Alloc Init 然后这里边这个 Free sell.tv 就等于这个 Cd Racket Make x 坐标 给他一个10 Y 坐标呢 给他一个 50吧 因为上面有导航 嘛 宽度就是下个点6 宽度我们就用这个 左边栏那个宽度 import 这个 import 這個 constant.h 这里边有那个宽度 max 宽度 后边这个高度 高度的self view 下边的frame 里边的size的高度 好 就给它指定放在什么地方去 是吧 嗯 宽度高度都有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设置它里边的这个数据源 然后还有它里边的这个代理 OK 有了这个之后接下来就把它加点self.view 按我的selfview就是self.tv 加你来 乱了币 还有问题 点frame 好了吧 我们拿着运行 怎么我们左边这没有数据呢 这个10就去掉0 是吧 嗯 但是里边没有数据是为什么 嗯 我们这没有调用数据化这个数据源 是吧 要调用这个 self.it 必须调用数据源 否则的话这个 它就不会其他 OK 嗯 走 有没有 浏览菜单说查课餐台这个 这个 购买结算同步数据 然后是系统设置 是吧 嗯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 如果 给它的是 给它5个像素吧 这个 50有点多啊 这样可能正好是吧 一定坚信 那么另外我们这个 其实 这个数据源如果是静态的 我们可以直接写死了 好 就是这个数据源如果是静态的 直接 通过大块方式 可以直接输入化 这个 现在就先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啊 跟大家讲到的有关是 我们项目这个整个的一个架构 嗯 这里边讲了大概是哎 还没讲完啊 这个像草草兽兵 可能还不行 是吧 上前各个试图还没讲 就说 你这个里边 架构有了 但是每一个试图啊 我们知道 比如说你这个一点击这个 是吧 一点击这个右边这个试图呢 得告诉它是什么 对吧 怎么做呢 这个 还得写一大堆啊 我们就创建一堆试图吧 试图里边我们新建 第一个是 浏览 什么什么浏览 什么来着 菜单 那就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试图 叫这个 manu manu6 继承的是ns6 下一步 创建好 嗯 我们每一个都给他 这里边每一个都要这个 覆盖一个方法 看一下 ns6 这个写错了 ns6 要继承uivu才对 把它删掉 重来 kumball加n 然后新建一个叫 manu6 是吧 ui viu 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去覆盖一个方法 叫 vide init instance type init with frame 就是你给我一个frame 我来进行出版 这这就是还是self等于super init with frame 如果self 如果self 是ok的 我就return self 否则这这如果有问题就return一个空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显示当前这个具体出书画内容啊 这个出书画还有会有很多啊 因为每个试图里边内容会有很多 我们先把init给它放这儿 我们先简单的改一下这个背景颜色吧 这个随便给一个ufcolor 里边的随便写一本 写一个orange 好吧 橘色 好吧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 接下来 那么 当我们切换的时候 右边这个视图应该跟着切换 对吧 嗯 右边这个视图啊 那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去覆 我们先把视图都创建好再说吧 科码加恩 第二个我们应该创建 谁来干 就是我们这个controller里边的master 来看看 第二个是查看餐台 餐台就是那张桌子了 是吧 嗯 叫table 计成UI表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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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再去copy一份这个出书画方法 放到table这个里边来 在这改一个颜色啊 橘色的 还有什么颜色呢 绿色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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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再来一个 嗯 还有什么功能呢 买单是吧 买单是吧 嗯 买单怎么写呢 这一个出书画方法 这个想一个颜色啊 这个 红层黄绿 青蓝紫 是吧 嗯 绿色 然后green green gray啊 这个不是green 这是灰色的 哦 这个 command 这个 command 加n 再创建一个 这个是 嗯 系统设置 叫setting view 嗯 不是这个 同步数据 sync dateview 同步数据的一个试图 OK 创建 创建好了 好吧 那么后边同样的是 覆盖一下出书画方法 嗯 这个来一个 有很多颜色 叫purple 我都不知道这个什么颜色啊 反正是某种颜色 好吧 后边有这么一大堆了 是吧 什么 芒果 mongo 那么还有一个试图叫什么 系统设斩 就是这个setting settingview ok 嗯 这就创建 好了 copy一个说话方法 放到这个 setting里边来 随便再去找一个颜色啊 这个 嗯 好了 这些试图都创建好了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是说 嗯 我们在哪切换 首先是 我们一点击这个地方 就进行切换 对吧 嗯 那点击这个地方 如何进行切换了 我们去覆盖一个方法 就那个select的那个方法 选择select d的select d的select roof index 显得某一行 那么来覆盖一下这个方法 就放这儿吧 那么我们switch一下 这个index pass 当前行 如果是0的时候 我们代表的是 就是 第一个功能 ok 然后0是第一功能 1是第二个功能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是mslog 输出 这个叫什么 浏览菜单 我们先把结构写出来 后边进行实现功能 好吧 然后查看餐台 这是第二个功能 第三个功能 就是买单结算 是吧 嗯 第2个 第3个 第4个 其实有5个 第3个 第4个 系统设置 但是 现在 嗯 现在这个功能只能是说 打印一个落实质 是吧 并没有实现这个期望功能 对吧 对 通步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一个输出结果 浏览 然后我们都点了一遍 看看这个输出结果 对不对 应该没事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程度到位点一遍 浏览菜单 查看餐台 然后买单结色 都没有提是吧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切换右右边那个视图啊 那这个应该怎么切换 那这个应该怎么切换 我们要在这里边啊 呃 要拿到什么呀 拿到这个 首先我们在这要来这个触画这些视图 触画视图呢 我们首先要导进来 印刷 就是menu bill menu bill 看到底 coffee一份 五个是吧 t包病 t包病 好 后边还有一个叫 同步数据的 sync date view 后边还有一个叫 系统设计是吧 setting 还有一个叫 pay 结账是吧 嗯 好了 这些view都有了之后过来我们再写一个私有的方法吧 来看看 y的就是initviews 一对view 是吧 然后上来之后呢 在这儿我们就 说这个写一个租设吧 叫出 出实化这个示出 就 那就是 sync manual 6 就the manual 6 adlock init it with frame to self.veal.frame ok 通常道理其他几个一样 copy 一份 两份 三份 四份 五份啊 table 这就是table 后面还有什么 什么是新科 date 同步数据的对吧 同步数据 那后边还有一个是pa1 后边还有一个叫setting 系统设置 那这个就是setting 好 这些都写好了之后 接下来下边就看怎么样切换 那切换的时候呢 我们是 这里边切换的是谁啊 detail里边 就是 那我master里边也要关联detail 我看一下怎么关联 说master里边要关联detail master里边有detail的一个属性 import 这个叫detail vealcontroller 那在这就是写一个project project project 这里边有一个叫detail 这个controller 就是detail 那你这个detail什么时候进一处出化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delegate里边 我们在这创建好了detail之后 那我下边写一句话 就是在这关联的 就是self wordmaster里边的detail 就等于当前这个self 当前的self有点detail 在这一创建好了 我就给他关联好了 ok 那么过来之后啊 到这儿 到master里边这个detail 就已经有值了 那么接下来在这就来切换 如果一就是self里边的detail里边的view 就等于第一个叫什么 self.menuview 如果是他 self.detail里边的view 就等于self里边的 第二个是什么来着 table view 第三个结算 self里边的detail里边的view 就等于self里边的这个pyview 第四个后边同步出去 就是self.detail里边的view 就等于self里边的 self.detail里边的view 最后一个 self.detail里边的view 就等于self.2 嗯 最后一个是settingview 对吧 嗯 马上运行 OK 点一下 便要变颜色 嗯 嗯 怎么这个view 第一个切换 其他的没切换 嗯 看看哪是问题了 嗯 嗯 menu好像是浏览菜单 对吧 嗯 还要查看 参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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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 我还写到这儿呢 结果还没写 self.initviews 走 嗯 再来看看 第一个是浏览数据 对了不 嗯 没错是吧 嗯 现在呢我们基本上的项目框架 我们就搭好了 上了之后 首先是有左边的功能菜单 是吧 右边的具体展示 怎么要展现 嗯 好 那么现在应该是可以收拼 是吧 那么有关这节课内容呢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好吧